文化大革命后 共产党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危机 采取了所谓改革开放政策 一夜之间 共产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 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从勒紧裤带闹革命 到一切向前看 仿佛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从表面上看 共产党已经改弦更张 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 更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 认为共产主义对人类的威胁已经过去 果真如此吗 中国社会的性资性赦 对世人而言似乎相当重要 对共产邪灵来说 其实无关红纸 值得强调的是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学说 一种社会制度 一个失败了的尝试 它是一个邪灵 其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 败坏道德来毁灭全人类 只要把握了共产主义的中极 目的是毁灭人类这一主线 就能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 看清邪灵毁灭人类的路线图 计划书 流程表 甚至操作手册 杀人转入地下 毁人一刻不停 共产党有时让人死 有时让人活 有时让人匮乏激进 有时让人肥得流油 忽而让人禁欲 忽而让人狂欢 一会儿破坏文化 一会儿恢复传统 一会儿性赦 一会儿性资 究其实质 毁灭真正的传统文化 败坏人的道德 让人反神变成非人 这才是共产党万变中的不变 共产邪灵由恨构成 为了毁灭人 它带领被其欺骗了的人 反神 反传统 反文化 骂祖宗 共产党除了一路杀 还有一个骗 这个杀和骗 对应着共产党常说的 一手硬 一手软 归根结底 杀和骗都来自于 共产主义的仇视神佛的 无神论和斗争哲学 杀和骗相辅相成 杀中有骗 骗中有杀 说起骗 共产党实施的 是从微观到宏观的 一览子骗 从人心灵深处的思想 到是非善恶标准 再到表面做人的底线 处处都是骗 骗钱 骗色 假烟 假酒 独米 独奶都是小儿科 这些都是共产党败坏道德之后的 必然结果 共产党为什么能骗得了人 人们只是为了就业 提干 发财 包二奶就被骗了 当然 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特别是堕落到钱色本身 就成为了信条的今天 但是 当初不是也有一些 有钱人家的子弟 抛家舍业去参加共党闹革命吗 人都有神性的一面 那些超越常人的理想和归属 佛家的彼岸 道家的归真 这种神性的内涵 是神造人时就注入人的生命的 那个向往本身就与生俱来的 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共产党就利用人美好的愿望来欺骗人 用国家的命运 民族的前途 这些感情来迷惑人 用解放全人类 甚至人类共同体之类的概念 引诱党的领导者和其周围的人 因为 除了江泽民这样绝无仅有的 真正邪恶生命 任何党魁也是人 也看不清共产邪灵 也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和执行者 邪灵正好利用他们的报复 哪怕是为人民的理念 行大骗 骗走的是人心灵深处的神性和理想 劫持了人原本就有的超越自身物质身体的神性 如同铁路换鬼一般 把人的心灵深处对神性追求的回天之路 骗换到共产党的人间天堂之地域通道 在共产党的旗帜和倡导下的作为 其实是邪灵的运作 逃不出邪灵的安排 躲不过邪灵的最终目的 共产邪灵知道 人总有明白的一面 有明白的时候 要想包住这个天大的谎言 就必须用强制手段来维系 用更大的谎言掩盖这个谎言 一路杀 一路骗就成为了必然 为了毁灭人 他搞乱社会 销乱人心 因此共产党也捏紧一个斗自觉 煽动流氓无产者斗地主是斗 挑动红武类斗黑武类也一样是斗 为了斗就要把人分成人民和敌人 朋友和异己分子 中共以专制为后盾 把坏人捧到九天之上 把好人踩到九地之下 斗的结果必然是 坏人当道 好人受气 共产邪灵毁人最为歹毒的一招是邪 邪 邪变人心 共产党是从人出生成长到死亡的过程中 一直根据共产邪灵的需求来塑造人 颠覆是非善恶标准 好的说成坏的 坏的说成好的 叫人背弃古老的传统 生活行为越低下 越如邪灵之意 毁人不倦 在全民共产主义的理想幻灭后 中共又用唯物论来鼓励 怂恿全民追求金钱和感官享受 邪灵无限制地放纵人的欲望 把社会上的一切败坏现象 作为控制权力最终毁人的戾气 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大崩溃 是邪灵几十年如一日败坏的结果 堵死天堂路 打开地狱门 中共就是这样 把整个社会带到了毁灭的边缘 马克思信仰邪教 思想邪变 列宁也是邪教信徒 他反神 崇尚毁灭 十六岁时 他曾从镜上扯下十字架 向他吐口水 再将他踩在脚下 他曾说 任何宗教理念 任何对神的信仰 任何涉及神的念头 都彻头彻尾地惹人生厌 令人作呕 斯大林开动国家机器 利用国家政权来推行无神论 暴力压制其他宗教信仰 把意识形态的无神论 推向政教合一的国家无神论 斯大林宣布 任何利用群众的宗教偏见 来破坏国家稳定的人 将受到至少三年监禁 直至死刑的惩罚 苏共党内的重要领导人布哈林 曾如此描绘斯大林 他不是人 而是魔鬼 共产党的国际歌唱道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这几乎成了反神的宣言书 在共产党的会议上不断播放 诗经大雅文王写道 无念而祖欲修绝德 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 意思是说 感念你祖先的恩责 勤于修养自身的德行 永永远远的顺应天命 才能求得长久的福分 祖先是一个人生命之所从出 尊重祖先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 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被赋予极高重要性的尊足和孝道 其实有更深刻的来源和更重要的原因 中国作为神选定的中心之国 蒙受了神无微不至的眷顾 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 无不来自于神的传授 在神人同在的上古时期 中华民族的祖先亲眼目睹了神的深恩厚责 怀着对神的无比感恩 和对神所赋予使命的无上忠诚 他们虔诚地守护着神给人的恩责和馈赠 一代一代传承不失 世界各国都十分崇敬 他们的伟大祖先和君主 罗马的凯撒大帝 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 普鲁士的肥特列大帝 都受到国民的爱戴和后代的重养 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山上 四位伟大总统的塑像 威然毅力 每年接受成千上万人的瞻仰和礼敬 仅从常识角度说 咒骂别人的祖先是对其人格的巨大侮辱 欺失灭祖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 共产党要切断人和神 祖先的联系 就要带头咒骂中华民族的祖先 诋毁 摒弃中华传统文化 在中共极其无耻文人看来 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 才此家人 没有一个好东西 如此侮辱自己民族的祖先 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中共窃取政权之前 利用对中国文化 抱虚无主义态度的变异文化人 诋毁中国文化 这些人未必打着共产党的旗号 却起到了共产党想起到 而当时还无法起到的作用 这种看似不来源于共产党的声音 更能迷惑人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鲁迅 毛泽东说鲁迅 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 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棋手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鲁迅的方向 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由于中共的大力吹捧 并长期把鲁迅的文章 作为中学教科书的重点篇幕 鲁迅对批判传统文化 所起作用之广 影响之巨 对传统文化杀伤之大 连正牌的共产党员 也少有出其诱者 直到今天 鲁迅种种不负责任 恶毒怪诞的言论 仍然对中国知识分子 起着巨大的负面作用 鲁迅一生坎坷 怨恨之气盛 自称向来不但以最坏的恶意 来揣测中国人 共产邪灵 把这个文化大流氓的一腔怨恨 引向了中华传统文化 鲁迅对传统文化 中国历史的态度 就是全部否定 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狂人日记》里 他借书中人物之口宣称 中国的历史上 只写着两个字 吃人 中共建政后 通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 破四旧 打砸抢 把一切人类文明成果 用封滋修一笔抹杀 众多辉耀在五千年中华历史上的 圣贤和英雄 被中共运用阶级分析的手法 进行歪批 到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顶峰 屠杀精英造成了文化的大断层 几代人经过中共的无神论和党文化灌输 对传统文化所知甚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 中共改换手法 从暴力毁坏转向变向诋毁 手法变得隐晦 让人难以觉察 防不胜防 中共及其文人 把古人矮化 丑化 粗鄙化 用来反衬中共的伪光正 或者为今天的丑恶现象 找出历史依据 按照中共的解读 三国演义宣扬愚中 西游记是封建迷信 《水浒传》和《红楼梦》 讲的都是阶级斗争 对其表现得深刻的伦理道德 修炼文化 天命论 轮回观 却避而不谈 中共处心积虑地 让人把注意力集中到 古代文化的某些所谓遭破伤 把传统文化等同于 太监、小脚、三妻四妾、宫廷斗争 被洗过脑的文人 直接骂皇帝祖宗 用专制主义、封建社会等罪名 把传统文化一笔勾销 在二十世纪的文化反思中 有人把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 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 这种认识本身就中了邪灵的圈套 其实 中共才是造成和放大这些缺点的罪魁祸首 现代中国人行为上的词典 是背离了五千年神传文化的结果 而中共篡国后 有意强化那些缺点 无限放大人的魔性 更使中国人的道德 一日千里的下滑 共产党把洗脑称作思想改造 这种思想改造必定伴随强制手段 使人无法主动逃脱 同时还借助各种残忍的精神折磨 强制使人就范 对于中共政权来说 各种洗脑手段 是让人认同接受 以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为核心的 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 也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而本质上是邪灵 对于每个个体生命进行心灵摧残 系统败坏中国人固有的传统价值理念 中国人传统上 以天命衡量一个政权的合法性 当君王失德 背离敬天法祖 为正以德 人正爱民的君王之道 天命就会更改 发生改朝换代 以天命思想来衡量 共产党恰恰是逆天 既不敬天法祖 又不失人正 其政权不合法 中共要夺取政权 要标榜其篡政的合法性 就必须把传统思想 从人心中抹去 灌输以无神论和斗争哲学 把马克思那套似是而非的 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理论 当作真理 把中国历史强行套入其中 他据此声称 通过阶级斗争 带领中国走入共产主义 乃历史发展的必然 标榜自己篡政的合法性 同时还要把所谓共产主义 抬高为人类的神圣事业 把自己标榜为 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其本质是要替代 传统天命思想 道德来源于神 神永恒不变 道德标准也永恒不变 道德标准从来不该是人来定的 也不会随着人的权势而变 中共在定道德的时候 就是在篡取神位 正因为中共规定道德 所以中共可以把自己干出来的 一切坏事都说成是道德的 才敢宣称自己永远正确 而中共规定的道德标准 是可以随着它的需要 而随时变化的 传统的中国人 无论有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 都把天理良心当作普世价值 中共思想改造 首先要灭掉的就是天理良心 因为无产阶级世界观 是不承认普世价值的 不承认超越阶级的道德 共产党判断一个人的道德 是以阶级立场划分的 传统中国人认为 两袖清风的观是好观 按照共产党的世界观 反动阶级的观越清廉越是维护反动统治 越是帮反动阶级麻痹劳动人民 反而更坏 再如中国人认为人命关天 见到别人生命遇到危险时 挺身相助为异形 而共产党则认为 人道主义前面要加一个定语 革命的 只能对同志如此 对反动阶级越残忍 越说明阶级立场分明 这样一来 只要挂着革命 进步 社会主义等招牌的 无论如何邪恶 无论怎样违背人的基本良知 结成了符合历史潮流 绝对正确 凡是贴上封建 资产阶级 攻击无产阶级等标签的 一切行为思想 无论在传统思想中多么高尚 也自动成为错的 反动的 这样就彻底颠倒了善恶标准 虽然不同历史时期 这些标签的名称不同 如有识教 攻击党的领导人 颠覆国家政权 宣扬迷信 反科学 分裂祖国等等 只需宣称 党是神圣事业的历史选择 则一切挑战 都是批判打倒的对象 这种价值判断 是所谓 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 这种世界观 当然不会被中国人自然地接受 中共发动了无数次政治运动 或者为了杀人立威 破坏信仰和文化 或者为了权力斗争 铲除异己 但无不以革命的名义行恶 在共产主义的架构下 重建一套反道德的价值观 因为中共造成的残酷现实 让人认识到 传统价值和现实格格不入 如不放弃 则处处捧毙 动辄惹来杀身之祸 即便不是被直接批判打击的对象 人们也谨慎地 把传统道德观念深深埋起来 生怕不小心在言语行为中流露出来 道德观念 天理良心 是用来指导行为的 是神给人的衡量行为的准则 这种深藏脑厚的价值观 已经丧失其作用 随未完全泯灭 实际上形同死亡 这实际上也就达到了 邪灵毁人之目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 中共发动了一系列所谓思想改造运动 如批武训传运动 思想改造运动 批梁树明 批于平博 胡适 反胡锋 反右等等 在此之前的延安整风 以及在此之后的文革 也都是大规模思想改造 而整风和文革 伴随着肉体杀戮 五十年代 和这些思想运动同时并进的 也有血腥的土改 三反 五反 正反运动等 若被视为态度不老实 或者抗拒改造 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当我们回顾那些 曾经独立不已的灵魂 在历次运动中挣扎 乃至最终顺服或被剿灭的过程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即使那些没有直接遭受肉体暴力的人 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的精神摧残 也绝不逊于拳脚 据作家沈从文记载 所有学生都被逼苦思失眠 而且很多痛哭流涕 数学家华罗庚在批斗会上 有口难辩 于是选择了自杀 由于被发现得早 得以保住生命 文革期间 惨不忍睹的暴力杀戮 造成和平时期 浮尸百万流血千里 为祸之列 甚于斯大林的大屠杀 文革的特点是 全民参与 人人批斗或挨斗 斯大林在前苏联的屠杀中 把人杀死送到古拉格集中营 劳累折磨死 并不热衷于思想上的摧残 而中共在文革中 杀人手段残忍 毫不逊于斯大林 受害者规模更甚 虽然每次揪斗的对象 是一部分人 然而真正受害的 却包括全体民众 参与批斗折磨的 并不是秘密警察 跪自首 而是被揪斗者的同事 同窗 下级 学生 朋友 街坊邻居 不参与就是同情阶级敌人 属于立场不稳 马上面临同样的命运 各种凌辱 酷刑残杀 并不是发生在 与社会隔绝的 古拉格集中营 惨剧随时发生在 人们日常熟悉的 生活空间 乃至兄弟姐妹 夫妻父子之间的 互相揭发批斗 都成为常态 人人争抢积极的政治表现 否则就有立场不清的嫌疑 越是对最亲近的人大打出手 越说明立场坚定 1966年12月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 被拉到北京钢铁学院批斗 当天胡乔木的女儿上台发言 批斗父亲 喊出了 砸烂胡乔木的狗头 虽然胡女并没有真的砸烂 父亲的狗头 但有一个中学生 却真的砸烂了自己父亲的头 在《我家我的哥哥遇罗克》中 作者写道 当时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 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 又强迫儿子去打 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 自己也疯了 这种全民参与人人批斗的运动 把以家族伦理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 从中国人心中扫除殆尽 使传统社会价值完全崩溃 这种街坯形成了一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 人们竟相通过各种激进的办法向中共表忠心 越是在背逆人伦道德的问题上跟中共一致 且将其视为道德就越是社会潮流所在 因此 这不仅背离传统文化的价值 也在社会上形成了党文化的场 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 在中共夺权后不久就遭遇了毁灭性的破坏 山不转水转 中共今天也在喊恢复传统文化了 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一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破产 在国际上没有拿得出手的价值观 美国总统访问中国 爱挑一个中国著名大学去做演讲 跟中国的年轻人分享美国的苦事价值观 反观中共领导人 他们一进入美国就成了地下党员 从来不敢去美国大学 给深深学子宣扬共产主义 宗教式鸦片 无神论等所谓先进文化 而是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 喝着阶级斗争 狼奶长大的几代人 对党本身又构成了威胁 所以中共希望从传统文化中 断章取义地寻找何为贵之类的 来化解危机 三是传统文化 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是有沉淀的 的确有来自民间的文化寻根需求 正是在这些因素作用下 中共不得不到 为它比喻至枝死地而后快的 传统文化中 去寻找存活的养分 不论中共的动机如何 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正面力量 由此可见一番 要谈恢复传统 就要首先按照当年破坏的过程 来一个彻底的逆操作 对当初的各种荒唐行为 进行反思清算抛弃之后 才可谈及真正的恢复 把套在学者们头上的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紧箍咒砸碎之后 方能站在恢复传统的起跑线上 中国传统文化是神缔造的 是半神文化 是普世的价值 抱着无神论 如何能与建立在对神的信仰基础上的 传统文化接轨呢 于是我们看到了御用学者们 要去证明孔子老子 甚至施迦摩尼是无神论者 把孔子的论语 解读为大家要做中共统治下的快乐的奴隶 把圣人的哲理与中共的十几大精神相挂钩 庸俗化娱乐化古代先贤 成了网络上的新潮 如果说恢复传统 有来自民间的真心努力 那么在中共的管制下 这些努力都变成了为党做助教的工具 比如宗教里讲的度人 有其特定的含义 出家人也自有出家人的使命 中国某宗教协会会长 学习完十九大精神之后 发表了一篇《学习心得》 大谈所谓度人就是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信众 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工作和生活中的 实际困难困惑和问题 听起来好像宗教就是一个 共产党领导下的业余工会 完全没有了出家人的道行和境界 一边谈恢复传统 另一边仍在继续把党支部渗透到寺庙道观和宗教学院 仍在继续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指导作用 如果马克思主义高明道要指导传统文化 那恢复传统文化 根基首推道家文化 道家文化可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 相对于佛家道家文化 中共最青睐的自然是儒家文化 把儒家当作无神论文化来做大力开发 其实儒家文化本身可能没有把神佛信仰当作重点 而是着眼于人世之理 但是孔子是生活在一个信神的时代 儒家文化是在一个有神性的土壤环境中孕育发展起来的 是以对神的信仰为不言自明的先决条件的 孔子穷尽一生都要去恢复周理 认为周理能够塑造一个理想的社会 那么为什么周理能够塑造理想社会呢 抛根问底一连串的为什么问下来 就回到了信仰问题上了 那就是对神对天的信仰 孔子恢复周理的背后是周人的宗教信仰系统 天子戴天牧民行赏赐主国政用兵务农 孔子之后汉代大儒董仲书向汉武帝赏天人三册 提出了大名鼎鼎的三纲五常 明辩皇帝为何要遵循儒家的人政思想治理国家 他的理论基础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论 儒家的一切到了最后都是要到宗教信仰和神性文化中去寻找凭证的 无神论的天是什么样的天呢 中共把儒家道家所讲的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天 仅仅解释为物质的天即苍天或大自然 把神传文化天人合一的修炼概念 庸俗化地解释为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 并声称这符合了科学发展观 这是共产邪灵扭曲神传文化的核心价值的表现 中华文化中的天和老百姓平常所说的老天爷是一致的 古人称作好天上帝也称皇天上帝 天是有意志的 这个意志即天意根本不是什么唯物主义的苍天 为什么要讲诚信做好人的依据是什么 共产党能回答这些问题吗 回答不了 来一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人们会因为这个核心价值观的说教就改邪归正 诚实守信了吗 就连制定这个所谓价值观的人都知道是在痴人说梦 离开培育出儒家文化的神性土壤来谈论儒家的道德观 仁义理智信 儒家的中庸文化就像离开水来谈论鱼是没有出路的 文艺形势是共产党从来没有放松的改造思想工具 最近三十年中高唱主旋律的文艺作品依然是重要灌输手段 但是因为党文化已在全社会立足 把党文化装扮成中国的民族文化 或者把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沉淀下来的渣子 特别是符合党文化的那一部分加以提炼 向全民以至海外推广渗透 无声地腐蚀传统道德文化 使文革之后邪灵在文艺领域败坏中国文化的手段 近些年工斗剧人气高昂 核心内容无非是漫仗连幕之后的争风吃醋 尔虞我诈 勾心斗角 对共产邪灵的斗和恨做了最充分的发挥权势 这些作品从创作到制作到走红 并没有党委批示指导 甚至不需要党媒的宣传 完全按市场规律运作 这种作品之所以风靡社会的原因是 邪灵早已经为中国人打造好了 今天生活中这种互相倾讶猜忌的环境了 流行文化中充斥着对权力的崇拜 对棒靠权势得到恩宠 对一夜走红 一夜暴富的向往 因而这些银瓶上波轨云厥的权术欺诈 透黑阴谋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生存技能 人们从现实生活中能够找到对应 引起共鸣 谁的权术高明 谁就能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 哪怕是个好人也得具备比坏人更深的心机 算计才能战胜坏人 某网友披露 有一个同事看宫斗剧看多了 刚交男朋友就开始跟结婚的同事 请教怎么和以后的婆婆斗 人们将这种争斗手段崇拜为智慧 曾风靡全国的后宫甄嬛传走红全国之后 紧跟着一批书出版 总结其中的智慧迎合众多观众的心理 如 甄嬛教会我的三十六则职场生存术 后宫甄嬛传教我的八十件事等等 这些宫斗剧以古装面目出现 表现的是古代的故事和场景 但用的都是现代人的观念思维 穿着古装演古人 其实质却是现代戏 恢复起门面却毁掉了其内涵 尽管不是历史证据 但并不妨碍人们自然地把这种厚黑哲学 视为传统文化 这就是中共用暴力摧残神传文化 在以党文化灌输几十年之后收到的效果 让人不加思索地以为 党文化的斗争哲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了 你越谋死就能早日复死 中共自称也要搞传统文化之后 民间积蓄的文化寻根冲动 马上就爆发出来了 不幸的是 虽然有人真心想要恢复传统文化 但是在中共意识形态的管制下 在无神论指导下 追求个人利益 这种恢复只能是不伦不类 乱象丛生 在庸俗化低级化娱乐化乱哄哄的文化热潮中 变相地再次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阉割 表面上中共也声称要整治各种乱象 但是这些乱象背后最大的乱象就是党的领导 一个不信神的党 加上一切向前看的国民 再加上一个大兴寺庙的时代 凑到一起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宗教搭台 经济畅系 寺庙已经成了一个新型的投资领域 盛行承包寺庙 以赚钱诈骗为目的 在旅游景区还出现了众多的假寺庙 假道观 假和尚 假大师 假道长 导游讲解员 和尚道长 一条龙合伙欺骗游客的香火钱 法器钱 消灾钱等 花样繁多 出现了寺庙道观 乱发信仰财的诡异现象 河北一县的奶奶庙很火 据称 在这个庙里可以找到人们想拜的一切神 想生官 这里有官神 想发财 这里有全身绑满钞票的财神 想升学 这里有皱纹深深的学神 如果想保佑自己开车平安 这里甚至还有握着方向盘的车神 奶奶庙的管理员更是霸气地称 缺哪个神仙随便造一个 方丈做起了CEO 寺庙也要打包上市 庙宇成了赚钱的好地方 在世界其他国家有上千年的教堂 有上百年的古市 人们从来没有想到教堂与古市这二者有什么关系 在中共统治下 无神论教育下的中国真可谓无其不有 有些现象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有人认为中共没有公开迫害宗教 所以到宗教里找出路 当中共用利益和商业化的手法磨变宗教 中共控制下的宗教团体已经变成了中共的摇钱术和打击异己的工具时 这种所谓的宗教信仰也就变异成对邪灵的无神论唯物主义的信仰 于是信仰失去了意义 信徒没有了归宿 人们断了回归的路 这时不公开迫害也达到了毁灭人的目的 中共何必还公开迫害宗教呢 共产党党魁的产生过程 存在一个劣胜忧败逆向淘汰恶者胜出的机制 这一点已经广为人知 不凡赘言 这种逆向淘汰机制 其实普遍存在于共产党社会的方方面面 为了全面控制社会 不让任何有传统思想的人脱颖而出 共产党控制一切社会上的重要位置 确保其邪恶政策得以贯彻 如果中国社会是一个人体 共产党就要掐住所有的穴位和经脉 什么是穴位 社会上的重要职务和位置就是穴位 什么是经脉 人才流动的通道就是经脉 中共惯用的手法就是逆向操作 有才干讲道德的人不被提拔而被打压 拥护追随中共的人却容易升迁 如同经脉逆行 这就造成了现在中国的社会中上层 是一个中共人为制造的利益阶层 占住穴位的人 往往都是共产党系统里所谓根正描红的 或者是对共产党唯命视听的人 很多人抱怨 在今天的中国 好人吃不开 坏人很嚣张 其实这是共产党国家的常态 好人要想吃得开 必须先变成溜须拍马 两面三刀 心黑手狠 无恶不作的坏人 有些专业人员凭自己的一技之长 也能晋升到一定位置 那是因为其专业技能能派上一定的用场 但是不会有再向上的空间 而且很多专业人员本本愤愤 不敢也不愿过问政治 一旦他们跃出共产党划定的红线 共产党就会泄沫杀驴 绝不手软 这就是今天中国最大的潜规则 中共建政后 建立严密控制社会的单位制度 户口制度 在农村则有集体化 人民公社 像一张大网 把中国社会捆得结结实实 各个单位都有一套和行政班子平行 但凌驾其上的党务班子 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这副嘴脸 敢业务不行 整人嘴在行 反之 敢于说真话坚持原则守本分 踏实做事赋予人性和同情心的好人 从中共建政之初就被系统的灭绝 赈反消灭的是国民党公教人员 其中很多是社会精英 土改消灭的是农村的精英 三反五反 资本主义改造 消灭的是工商业的精英 反右消灭的是知识界的精英 文化大革命把前几次运动 没有消灭干净的再补上一刀 1989年天安门屠杀 杀死的是关心国际民生的天之骄子 迫害法轮功打压的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炼人 每一次运动打掉的 都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精英 江泽民贪污腐化淫乱成性 伴政事毫无能力 却因缘忌讳 踏着六四的鲜血登上权力顶峰 1999年之后 一大批积极迫害法轮功追随江泽民的邪恶之徒 包括已经锒铛入狱的薄熙来 周永康 郭伯雄 和已经一命呜呼的徐才厚等 被大力提拔 在江泽民团伙看来 谁手上沾满法轮功学员的鲜血 谁就注定维护迫害政策不被翻盘 谁就是最可靠的下属和接班人 人们渐渐看懂了 卖身投靠的升官发财 随波逐流的可保一时平安 正直感言的却举步维艰 或死无葬身之地 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黄中悔气 瓦府雷鸣 禅人高张 贤士无名 小人得势 君子束手 整个国家被搞得乌烟瘴气 什么样的人身居高位 涉及到社会导向问题 举职错诸网 能使亡者职 选拔诚实正直的人 安置在坚定协取的人之上 会使后者渐渐变得诚实正直 反之 把坚定协取的人 置于诚实正直者之上 只能使人把坏人当榜样 整个社会加速下滑 坏人捧到九天之上 好人踩到九地之下 这就是共产党社会的真实写照 这不是共产党一时的失策 或社会变革时期的失调或失范 共产党要毁灭人 就要选择坏人做他的急先锋 向地狱一路狂奔 共产党鼓吹唯物主义 让人贪恋物质生活 追求感官享乐和精神刺激 使人受物欲引诱而迷失本心 多少人在经历了灯红酒绿 富贵繁华之后 心被外物塞满时 突然感觉到精神和生命的空虚 很多社会不良现象 古已有之 共产党倾出于蓝之处在于 它把一切能让人放纵欲望的败坏现象 当作控制权力 最终毁人的戾气 共产党对人欲望的操纵和控制 有紧有松 一紧一松 收仿自如 先是连拥有一点私人财产都要批斗 男女拉拉手都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所有物质精神生活都限制 然后国门打开 一切向前看 表面上鼓励追求幸福 实际上是鼓励纵欲 土包子开花更厉害 积蓄的欲望 像开了闸的洪水 大有冲毁一切堤坝之势 中共渐渐发现 沉溺于物质欲望和感官享受的大众 其实更好控制 它就是让你的向善之心 在一次次打击中死灭 让你的旺盛精力在纵欲中耗劫 让你的空余时间 在赌博、网游、娱乐中消磨殆尽 不是在禁欲中洗脑 就是在纵欲中狂欢 不是在邪教教义中着魔 就是在滚滚红尘中迷失 共产党就是不让你 理智清醒地做一个人 共产邪灵既然以人类为敌 就要切断人的神性之根和文化记忆 传统教育首先教做人 教给孩子对普世价值的理解和认同 以及深厚的文化修养 丰富的历史知识 敏锐深刻的洞察力 这些都是共产邪灵实现其邪恶目的的障碍 共产党掌权之后 迅速将教育收归国有 用邪恶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对老师和学生进行洗脑 文化大革命当中 千百万青少年参与武斗 串联打砸抢 后又被发配农村和边疆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连他们自己后来都不得不承认 是喝狼奶长大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中共意识形态领域略微松绑 新一辈年轻人对中共改良寄予希望 但六四屠杀把他们的希望打得粉碎 进入九十年代 年轻人大多是独生子女 在家里娇生惯养 唯我独尊 政治高压让他们不敢关心公共事务 有人缩入象牙塔 有人下海经商 有人忙于考拖考G 自私麻木的个人主义占了上风 闷声发大财成了新的座右铭 中国大陆通行的课本中 所谓的英雄教育篇幕 在西方自由社会来看 完全就是恐怖分子的培训教材 有位作家直接指出 中共的宣传和教育 从来没有摆脱残忍和视觉 在教材中学习数不清的残酷的英雄事迹 用胸膛堵枪眼 把炸药包拖在手上引爆 趴在熊熊烈火中一动不动直至被烧死 由于长期的洗脑教育和严密的信息封锁 很多年轻人对真实的历史和普世价值一无所知 中共有意地煽动起他们的民族主义狂热 一旦当局需要 就利用他们走上街头 反日反美打砸抢烧 任由爱国精神病和集体脑残大发作 更可怕的是 中共洗脑从娃娃抓起 从幼儿园起就给儿童灌输毒素 进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 而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什么货色 大家都心知肚明 如今的中国社会 人心糜烂社会溃败 国已不国 所谓和谐社会 其实质是和邪恶沆瀣一气 难解难分的社会 民间回归传统的努力 被狡猾的误导 自发的人心向善 被无情的扼杀 中共刻意制造的一夜暴富的欲望 娱乐致死的氛围 过把瘾就死的心态 使浮躁恶毒 冷漠自私 成为社会的主导气氛 无论官媒如何弘扬主旋律 僵尸般的党画 张口就来的假画 大行其道的匹画 铺天盖地的脏化 组成的众生喧哗 才是时代的最强音 有能力地纷纷移民 弃船逃命 没门路地只好得过且过 在坠坠不安中等待明天 为了毁灭人类 中共除了大规模杀戮人民之外 还长期使用恨 骗 斗 邪 种种手段 其骗术的狡诈 让人心惊 所有骗术中 最阴毒的一招 是它利用了人心中的善 利用了人的神性 和对生命升华的渴望 把共产邪教的邪恶内容注入其中 传统宗教信神 相信神的意志 或曰天意 共产主义崇拜虚幻的历史必然性 传统宗教让人回归天国 共产主义让人追求共产主义社会 传统宗教有一个教室阶层 共产党声称 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共产邪教的特殊之处还在于 一个人甚至不需要相信其阶级斗争 胜于价值理论 社会主义革命 共产主义社会等等教条 仍然会成为事实上的邪教徒 而被邪灵附体 这是因为 人在道德败坏之后 必然有一部分思想符合邪灵 那么邪灵就会钻这个空子 附上身来 俗话说 从善如登 从恶如崩 道德滑下来的人顺水推舟 每一次向欲望和懦弱妥协 都会使人滑向邪魔的掌控 直到有一天难以自拔 甚至深陷险 险境仍然明然不绝 这难道不是很多中国人今天的处境吗 由恨构成的邪灵 从杀起家 靠骗扩张 以斗 搅乱天下 最后用人心灵的邪变 达到其邪恶至极的终极目的 毁灭全人类 在几乎所有人都被物质欲望和感官享乐征服的时候 有谁知道 邪灵正在凝笑着 给人类倒数计时 中华民族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民族 中华文化是一个神父使命的文化 岁古之初 当神创造神州大地的时候 就已经埋下了未来危机中的转机 绝境中的希望 末世大劫之前 能否读懂天机 听懂神言 关乎每个人的命运和未来